难 这顾月泽和叶依依的关系 看起来很不一般呢 这都不清楚嘛 那位年长的记者道 顾月泽和叶依依正在交往中 顾月泽的身份 如今不仅仅为顾氏集团的继承人 更是以准女婿的身份 成为了叶氏集团旗下 黄天娱乐的执行总裁呢 顾月泽和叶依在交往 可我怎么听说顾月泽是有未婚妻的 未婚妻 的确 顾月泽是有未婚妻 她未婚妻也是叶老的孙女 名叫叶婉婉 就是叶绍婷的小女儿 提及叶婉婉 一些老记者皆露出了 颇有深意的表情 啊 叶绍婷的女儿啊 叶绍婷如今在一家小公司打工 自身温饱都成了问题了 她那个女儿可是出了名的小太妹 而且长得奇丑无比 就凭她也能攀着顾月泽 顾月泽也好 顾氏集团也好 除非瞎了眼 否则怎么可能瞧得上叶婉婉 可不是 我还听说 当年是叶绍婷 硬逼着顾月泽和顾氏集团 承认这门婚事的 实际上当年顾月泽喜欢的便是叶依依 虽然是小道消息 但感觉不像是作假 那叶婉婉不光长得丑 而且体重惊人 胖得厉害 以叶婉婉那副又胖又丑的模样 谁愿娶她 要不是当初仗势妻人 用下三滥的手段 拆散了顾月泽和叶依依 这顾月泽未婚妻的位置 哪里能轮得到她呀 叶婉婉的相貌 这些媒体记者 大多也只听说 并未见过 但众口一致 言叶婉婉貌丑人作 几乎不会有什么出入 听说多了 假的也自成真 人言向来如此 媒体记者大约围守了几个小时 来往此处的艺人逐渐不再频繁 叶家老宅宾客迎接 终于进入了尾声 而大多记者并未就此离去 谁也无法保证 叶老寿宴中途 是否会传出什么新闻 即便是能够捕捉到 当红艺人的罪态 也不枉等候的辛苦啊 又过了两课中 前来为叶老祝贺之人 几乎已经全部到场 再也无人露面 直到傍晚时分 一辆出租车缓缓地驶入此处 在一众豪车之间 那辆略显破旧的出租车 自然显得格外眨眼 走错地儿了吧 见到出租车 几位记者面路仪汇门 这里是私人区域 闲杂人等情绕行 几位保安冷着脸 看向一家三口 眼底写满了不耐烦 被保安阻拦后 青年的眉宇之间 染上了一抹怒气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梁婉君看到自家儿子如此大喝 忙轻声提醒 沐凡 别那么冲 叶沐凡眉头紧皱 咬了咬后槽牙 虽然不太情愿 却还是闭了嘴 叶绍婷看了儿子一眼 心中叹息了一声 随即上前几步 态度温和地开口 麻烦通报一下 就说叶绍婷前来给父亲拜授 听闻此言 为首的保安人员顿时一愣 叶 叶绍婷 他来到叶家负责保安已有数年 当初叶氏集团的掌门人 正是叶绍婷 虽然并未见过叶绍婷本人 但这名号如何能够陌生 你是叶绍婷 叶家大少爷 保安神色略微有些古怪 目光自这一家三口身上扫过 除了青年穿得显得体一些外 这对夫妻则是十分普通 在今日寿宴众多宾客之中 甚至可以说是穿得相当寒酸了 这哪里像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叶绍婷 保安迟疑了片刻问道 请问 请问 您有叶家的情帖吗 不等叶绍婷开口 叶慕凡顿时一怒 你放什么屁 我们来给爷爷拜授 要什么情帖 叶家老宅内 纪人更是意识到叶家的庞大 行为更加谨慎了起来 此刻 叶绍婷 梁婉君 与叶慕凡三人 静止走入了庄园内 缓缓走至黄明昆的身前 黄管家 麻烦带我去见下父亲 叶绍婷看着黄明昆面带笑意 黄明昆听到这一声 顿时停止同另外几人的客套 斜眼扫过叶绍婷 眼底闪过了一丝异样 语气不冷不淡道 老爷真的换衣服 现在怕是不大方便 见大少爷您呢 黄明昆口中 换着大少爷三个字 可是那语气之中的轻慢 却格外的刺耳 黄明昆身前的几位中年男子 听见黄明昆这话 目光不由从叶绍婷 一家三口身上扫过 看着三人略显寒酸的一拙 眼底都泛着轻蔑的笑意 纷纷摇头暗笑 当年叱咤风云的 叶氏集团掌门人 如今也算是到头了 就连黄明昆也不拿正眼瞧他 这大少爷三个字 如今是何等的讽刺 叶木凡的脸色顿时一变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 狗障人士的黄明昆 垂在身侧的双拳紧握 下意识地想要上前说些什么 却被梁婉君一把拉住 眉头轻皱地 看着他摇了摇头 叶木凡冰冷的梦起 黄管家 好久不见了 梁家豪和方秀敏 带着女儿梁诗涵 于此刻现身 梁先生 黄明昆见到梁家豪后 淡漠的面容 瞬间挂上了一副笑颜 态度明显变了 梁家豪是如今 这叶氏集团当家主母 梁美轩 同父异母的亲弟弟 这身份待遇自然不同 黄明昆能够混到如今的地位 自然是有一定的眼力 诗涵哪 还不叫人 方秀敏笑眯眯地 看向女儿梁诗涵 梁诗涵 朝着黄明昆笑道 黄叔叔好 黄明昆热络地笑道 乖 诗涵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闻声 方秀敏一脸得意 他的女儿能不漂亮吗 还不等方秀敏继续开口 他眸光一瞥 正见身前的叶绍婷 当即脸上的笑容立刻淡去 眉头促起 姐夫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叶绍婷看到方秀敏 今天父亲的寿宴 我怕路上堵车 所以提前了一些 闻言方秀敏的脸色 立刻拉了下来 他眉头微皱 上下打量着叶绍婷 语气不悦 我说姐夫啊 你这提前了 那公司的事怎么办呢 今天公司可是刚进了一批货 晚些还要进仓库的 你就这么一声招呼 都不打地走了 万一出了事 可怎么办呢 方秀敏言辞犀礼 丝毫没有给叶绍婷 与众人面前留半点面子 那字字呵斥 传入旁人的耳中 顿时引起了不少人的暗笑 看叶绍婷的目标 看叶绍婷的目光也越发地讽刺了起来 叶绍婷奈着性子道 应该没事 我把钥匙交给小张了 小张替我多支会儿晚班 哼 你以为我们只是认人为亲呢 若再说我们纵容亲戚 压榨员工 这你还让家豪怎么服众 旁人还不得戳家豪的脊梁骨 方秀敏丝毫不笨